好 怎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给主播双击一下屏幕 我们现在刚开播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咱们的遥控三千炮 适合咱们家里有2到8岁的小朋友都可以玩 挖到右球 这款完全计划是有一个反正音效的 那这边那这边朋友能不能听到 应该能听见吧 就是这个图太少了 没事我只能拉一点点 咱们今天主要给大家秒下的 就是这个遥控不空车三件套 这款玩具还可以360度旋径 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咱们的场地有一点点小 用这个玩具之后 可以搭配这个套装里面的小框卡 一起玩 直接挖到东西 直接放到咱们的小框卡里面 能把玩具机开得近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好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这款挖掘机的话 是他的外观是非常精致的 这个挖掘机的话 是按照这种挖掘机 一个1比16的比例要去做的 看到没有 所有的弹线都是非常精致的 并且所有 他的所有的部位啊 都是可以去单独活动的 大币啊小币啊 包括一个挖斗 都是可以去单独活动的 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这边有没有想看 我展示这款挖掘机的 直接扣个1 让主播看一看 这个是他的一个遥控器 这两个操作稿的话是控制他的一个履带的行走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他的一个遥控器 这两个操作稿的话是控制他的一个履带的行走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一起推的话就是前进或者是后退 可以看到咱们上边的话还是有很多按键的 咱们第一个的话是一个记忆模式啊 你按下之后你可以去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比如说去挖点东西啊 或者跑一号之类的 然后按下之后再按这个按 再按这个键之后啊 他会去重复你刚才的操作啊 所以这个记忆模式 咱们右边这个键的话是抬大臂的一个动作 现在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先把大臂给落下来 看到没有 这个是抬大臂的 下面的话是一个落大臂的 每个部位的话都是可以去单独活动的啊 好 看咱们左边左边的话 这个是一个控制他的一个开控制 一个音效的开关 还有这个灯光 按下之后 他的音效就已经关闭了 还有他的一个灯光也已经一起关掉了 咱们还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然后还有一个三角啊 这个三角的话是一个一键演示的功能啊 你按下之后 他会你就不用再动摇空气了 他会自己把他自己所有的功能 全部给你演示一遍 咱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啊 按下之后 我没有再去动摇空气了 完全是自己来演示 不演示了 太浪梦时间了 还有下边啊 咱们下边的话 这个的话是控制他的一个小臂的操作 我来看一看 上面的这个的话是深小臂啊 下面的话是墨小臂 咱们左边的话就是控制他的这个挖斗的 放挖斗和射挖斗 整体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是机身旋转的 旋转的话是在咱们这个手柄 这个摇空气手柄上方 在这个位置 左边的话就是左旋转 右边的话是右旋转 这个挖体机的话 也是达到一个360度的旋转 看到没有 非常的轻松 没有压力 挖一挖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展示的这个三件套 三个车子的话都是都是可以遥控的 每台车子都是独立的遥控器 可以去单独操作 并且挖着机 还有咱们的铲车 都可以去搭配这个矿卡 咱们三件套里面的小矿卡一起去玩 可以直接把咱们挖到货物 直接装到矿卡里面 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 给主播双击一下屏幕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咱们的工程车遥控三件套 非常适合咱们家里有两到八岁的小朋友 都是可以去玩的 可以通过咱们这个遥控器啊 去锻炼孩子的一个手脑的鞋状能力 非常有意思的 让他一键演示一下 把他自己的功能演示一下 我们先把它都收起来 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这个是咱们的一键演示功能 让他自己演示一下他的功能 好 它已经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去动遥控器了 就会自己演示他的功能 哎 想了 它已经跑出去了 我相信应该没有一个小朋友啊 可以拒绝这个挖掘机啊 因为咱们是动力的话也是完全够的 可以在家里挖一点沙子 或者是玉米小麦之类都是可以的 或者带出去玩都是可以的 去外面挖挖土 一些风土材杀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动力还是非常强的 像大家的炭鲍 pensando 然后十分凌免赌 Polski Speaker чем毕iot 就降到大概小礼anne 不令手繃尽 就感对了 您受害就去控制越程 我们就在上大鲍